6月18号要进行复理箱长的补选作业 这一次总共有四位候选人 其中现任新兴村长刘文祥 希望可以带领复理箱来服务乡民 因此这一次他参选呢 一点都不马虎的 22号一大早文宣旗帜到位了 全家人动起来坐在客厅包装文宣 要立体刘文祥 不过妈妈们围坐一圈 双手闲不下来 因为他们正在忙包装文宣 这是现任新兴村长刘文祥的家 一早全家动起来就是要立体 出征复理箱长补选的刘文祥 6月18号即将要补选复理箱长一职 这次总共有四位的候选人 其中现任新兴村长刘文祥 希望能够带领复理箱服务乡民 所以这一次参选一点都不马虎 22号一早文宣旗帜都已经到位 以前因为文宣刚到 家人现在就是跟秦鹏好友 一起在为我的选举文宣在做包装 我目前也是村长的职务 还是以村长的职务为主 空闲时间我就到各村去 挨家挨户的拜访 村长表示这一次选举一点都不紧张 也是平常心面对 他的目标也只有一个就是为民服务 这段时间也都在忙村里的事务 最近也都在配合水土保持举金持强的演练 至于结果到底会是如何 6月18号就会知道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